第一堂课,我们刚开始邀请各位另外建一个Gmail账号 用作我们的未来可能要做部落格可以用的 基本上你把浏览器,比如说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跟IE浏览器叫起来长得不一样的是 不过它上面的这个东西叫做夜签 我稍微把这个字也打一下,各位看 好,我们称这个东西叫夜签,上面这个夜签是T型的 好,那IE有没有,IE的特征是它是Bundant 好,请注意,我们用 Chrome 那没关系,你如果现在还没有 Chrome 待会我会再说你 Chrome一定要装,怎么装 等一下再跟各位讲 好,那我们先来注册 今天如果你 Chrome 起来之后,右上角就是Gmail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 Chrome,那没关系 你也只要在网址上面打 Gmail.com,Enter 就可以了 好,进到这个网址,进到这个页面之后 你就可以,比如说使用不同的账户 登录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新增一个账户 结果新增账户 通常你可以是打另外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也可以建立账户 好,建立账户 就请各位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入姓名 那姓、名都打中文就可以了 然后呢,来,重点在于这个地方 后半段是小老鼠Gmail.com OK,那前面的账号 我建议各位怎么建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的Email的账号大多数都是 因为我用我的命称的缩写 IC1是我的账号 可是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这个账号去申请 这个,这边打IC1 一定有一大堆人的缩写都叫IC1 大家都一定说 等于说这个账号都不能用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 后面加数字好了 但是我不建议各位加数字 因为加数字加多了 到时候就忘记了 因为你加了一个数字上去一侧 又有可能这个账号又有人用了 你又再多加一个数字 再上去又有人用 然后到时候加了什么数字忘记了 我建议各位是这样子取 比如说我的逆称都是像 我自己的姓名的缩写都是IC1 那当然有些人是 比如说是Merry 或Jama都可以 但是后面怎么取呢 你用一个点 之后呢 比如说 假设你是要专为士林社大的Email要用的 士林社大是PSCC 你就干脆点PSCC 那像比如说呢 我举个例子 我在天文馆当时工 天文馆它的缩写叫PAM Taipei Astronomy Museum 它是这样缩写 那我就会去申请这样子的Gmail 那像比如说 我也有在泰鲁阁打字工 泰鲁阁的缩写叫Taroko 我就会这样子取 这种 几乎不会有人跟你一样 在泰鲁阁 又是跟你取名字 IC1很少 所以各位自己去想 比如说呢 刚才我说 假设是在士林社大用的 你可以是这样子 然后去Gmail.com 这样子各位会比较好记 比如说呢 我今天想到说 我想要记信给 我士林社大的同学 那我习惯 因为我士林社大的这个账号 有大家的通讯日 所以我就会 就知道我要用这个账号 来记给大家 对不对 这样子比较不会乱 建议各位 所以你可以先想一个 然后呢 比如说 我这边设一下 当你这边打了之后呢 它马上就会帮你政策 如果有人用了 它这边就会行事 OK 所以各位去先好好想这个 然后另外打上密码 打上出生年月日 但是出生年月 先跟各位讲一下 各位应该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要给你的小朋友 申请一个Gmail帐号 基本上好像12岁以下 还是18岁以下 他不让你申请 OK 所以各位 应该是12岁以下吧 所以这个生日 你要写 你不要写你自己的生日 没关系 但是请千万不要写得太年轻 写得太年轻了 12岁以下 对不起 就过不了 好 那另外呢 这边也会写信别 所以刚才我在课之前 有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Google可以统计出 看你的那一篇的文章呢 是多少男生 还是多少女生 就是从你这边 你注册的时候会选信别 当然如果你真的选其他也可以 他会统计出 不是第三性 就是 其他的都知道了 是有多少 他都会统计出来 然后呢 电话一定要 电话一定要 因为有时候 他要用你的电话 会寄简讯 来确认你的这个帐号 是真的有这个人在用 而不是随便乱简 OK 然后呢 当然如果你当前 有另外的 常常联络的email 你这边就写下 你现在目前当前的email 好 然后地区当然选台湾 好 这个地方就是一样 Google可以统计 来看的人 地区是在哪些地区 OK 好 到目前为止 请各位先想一想 把这边的资料 全部打上去 然后按下一个 OK 好 我再快速的浏览一次 就是 你浏览器叫起来之后 网址打入 Gmail.com Gmail.com Enter之后 然后呢 选择底下 使用不同的帐簿更入 之后再选择新增帐簿 然后再来选择建立章 就会到这个画面 请各位把姓名 姓名 当然你不要用正确的名字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写的太 那个什么 你不要写一个很大众话的名字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写 那个什么 比如说你真的写 比如说 都可以啊 比如说 侯佩禅 那他觉得说 你这是真的 人名是真的叫这个吗 他有时候人名是不会要你过 OK 或者是你今天是写的是 那个什么 童 罗哨 他可能 他也会没过 因为我曾经 有做简单的这样的尝试 发觉他过不了 他觉得谁 谁可能取这种名字 好 所以你要取密称 可以 但是不要取得太夸张 奇怪 好 然后呢 上号 密码 密码这两个都要一样 而且密码 基本上他希望你要有 至少八位数 然后要有中文跟英文 外外不是中文 英文跟数字 对不起 要有英文跟数字 好 有没有大小写好像还好 然后出声明月月 性别 电话 Email地址 按BG 然后之后请按下 好 按请大家操作一下